柳明一挥手 大约宇舟出现在了身下 继续朝着远处飞去 柳明此刻脸色略显苍白 取出了一枚绿色丹药服下 并在非洲上吐纳了片刻 脸色逐渐变得好看了一些 他这才单手一排腰间 斜挂着的青色胡六口飞出一卷轻光 一个白衣少女飞了出来 正是钱如瓶 好了 我们已经出了银虎部落那处 旷迈势力范围了 前面一段路应该会相对安全一些 柳明尝出了一口气 说道 钱如瓶点了眼头 只是脸上有一层淡淡的黑气 拧而不散 身体也不住的微微颤抖 柳明目光一闪 抬手发出了一股黑光的 笼罩在了钱如瓶的身上 钱如瓶的脸上的黑气迅速的消退 被黑光吸纳了进去 片刻之后 脸色终于恢复了正常 口中不禁 轻呼了一口气 话阴葫芦虽然可以让你躲在里面 可惜你修炼的功法正和阴气互相抵触 若是长时间躲在里面的话 恐怕会对身体造成损伤的 柳明散去了手中的黑光 有些遗憾地说道 对不起 明大哥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 早就能够摆脱那些妖族了 钱如瓶沾手一滴 谦移地说道 说什么傻话呢 我倒是真没有想到 看似普通的一座矿脉 竟会让银虎族派出一名天象精的强者看守 早知这银虎族如此满不讲理 倒不如稍微绕一下路了 柳明摇头一下地说道 挥手打出 数道发掘 带越宇州顿速大增 化作一道迷蒙的幻影 朝着前方击齿而去 一年后 蛮荒大陆中部地带的 一座原本颇为冷清的小型城池之内 此刻却熙熙攘攘地 拥挤满了难来北往的各族修士 城中的中央位置 有一座外观颇为豪华的酒楼 上书望江楼三个妖族大字 此刻的酒楼三层 十几张木制桌子 基本坐满了人 此处的酒客 基本都是身负修为的妖族修士 从宁夜期到真丹镜都有 酒楼里几乎所有人喝茶的时候 都会时不时地望向城外的方向 深处三楼 吉木远眺之下 能够清楚地看到 城池外不到百里处 便是一片辽阔无比的水域 不知为何 水域中此刻正不断地掀起阵阵滔天巨浪 无尽的巨浪卷起百丈之高 而巨浪之间 还不时有一道道粗大无比的青色龙卷风柱 呼啸游走 接连天地 此情此景 犹如末日一样 恐怖的涛浪 飓风之声 犹如千万道天雷轰鸣 即便是隔了百里之遥 耳边仍是一片轰轰之声 同时 一股扑天盖地的澎湃气息 一波接着一波的扑面而来 所幸 不管是弄陶 还是飓风 都只限于水面之上 使得这座百里之外的小城 还算平静 神雄 早就听闻 这怒江潮涌之景 波澜壮阔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真可谓是 夺天地之造化的 旷石奇景了 九楼的一个角落 三人正在同桌共饮 说话的是 是一名轻袍男子 看似普通的面容上 隐隐地泛着一层紫气 另外两人 一个是一名白衣少女 另一个则是一个火红卷发 双耳尖长的妖族壮汉 一柄丈许大小的红色狼牙棒 随意地靠在身上 上面鸣刻着一只栩栩如生的火石图案 一看便知不是凡物 白衣少女只是低头饮茶 青袍男子正在和红发壮汉 交谈甚欢的样子啊 刘兄是从西部区域而来 以前从没有见过这怒江之景 自然觉得稀奇了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之所以此处水面如此暴乱 传闻之中啊 是因为怒江底下是一处灵脉失衡造成的 红发壮汉端起一个波鱼大小的酒杯 将里面的烈酒一眼而尽 毫不为意地说道 原来如此 道士在下少见多怪了 青袍男子目光一闪地微笑道 这青袍男子自然便是柳鸣 他和钱如平在这一年间 可谓是历经了千辛万苦 穿越了不少部落山脉 才堪堪地抵达此处 如今却被一条巨大无比的大江挡住了去路 怒江宽足有万里 现在江面的水域和气流狂暴得厉害 就是天象镜的大妖 此刻强行堵江 稍有不慎也有陨落的可能 除此之外 怒江上的危险可远不止这些呀 红发大汉似乎想起了什么 深情间隐隐露出了一丝 畏惧地说道 柳鸣文言眉头一皱 一旁的钱如平也抬手看了过来 有些吃惊起来 不知深雄刚刚所说的危险是什么 柳鸣面色有些凝重地问道 他和钱如平两人刚刚来到此地 对于怒江还没有来得及 多打听到太多的消息 此事阁下算是问对人了 其实这怒江之内 生活了一种叫做凶缩的鱼类妖兽 这种妖兽体型只有拇指般大小 失利也不算太高 但尖牙利嘴 且天性嗜血无比 往往一出动就是成千上万 所过之处尸骨无存 让人闻之色变 红发大汉面露几分神秘地说道 钱如平文言 面色顿时又白了几分 柳鸣也是眉头大皱 光是江面上的狂风巨浪 已经能够令人头痛的了 还有这种凶鱼存在 渡江起飞困难至极 不过柳兄也不必担心 怒江的狂暴气候 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估计再过月许 江上的气流就会减弱下来 到时候 聚集在城里的修饰会统一渡河 很多人一起行动的话 也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红发大汉哈哈一笑地如此说道 多谢神凶相告了 柳鸣轻呼了一口气 神情有些放松的样子 心中却在盘算着 等一下到城中 多收集一些 余下路程上显地的情况 三年后的一天 一片幽暗无光的森林之内 柳鸣身上披着一件 黑乎乎的兽皮 做成的简陋长袍 整个人仿佛一个灵活的蛋丸 在一颗颗大树上 弹跳而过 森林上空 漂浮着一大片厚厚的乌云 有时还会轻轻翻滚两下 若是有人靠近天上的乌云 细细打亮的话 便会发现 那些乌云竟然是由无穷无尽 不知多少黑色小虫 急急而成的 柳鸣前进的同时 眼睛不时望着天空 眼中露出丽丝凝重的神色 他此刻 完全凭借自己的肉体力量前进 丝毫不敢动用法力 就在柳鸣快速前进的时候 前方哗啦一声 一道长长的黑影 从密林中击尸而出 却是一条十余丈长的黑色巨蟒 体表布满着青黑色鳞片 一对狭长的童目胸光闪烁 大口一张 咬向了柳鸣 柳鸣冷哼一声 手上紫光一闪 已经多出了一柄 持取长的紫色短剑 两道身影飞快地交错而过 竖道紫色剑影闪烁之下 黑色蟒蛇的身体 骤然断成了竖节 大片的蛇血 泼水一般的四散飞溅 散发出令人作呕的雪星味 柳鸣的身体灵活的一个转折 没有让身上沾染到 分毫的雪星气 几个跳动 用更快的速度消失在了远处 便在此刻 天空的乌云一阵晃动 垂下了一角 无数的黑色小虫飞了下来 盘满了蟒蛇的身体 虚余之后 黑色小虫又重新地飞回了天空 再次化为一片片的乌云 反观地上的蟒蛇 却已经化为了几节雪白的海骨 所有的血肉都已经被啃尸一空了 五年之后 一条崎岖的山道之上 一个数百人的车队 正缓缓地朝前方行走着 拉车的是一种行司骆驼的妖兽 体型很庞大 足有七八丈长 身上长满了淡黄色细密的绒毛 四个蹄子又粗又大 在高低不平的山道上 也是剑步如飞 这种妖兽叫做驼兽 成年期也最多只有宁野期的修为 但是驼兽性情温和 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恶劣环境 非常适合商队拉运大件货物 驼兽拉着的车子没有轮子 火车底部刻露着一些符纹 凝聚出了一大片的白色雾气 将货车拖起了数尺高 凭空向前滑动 这样的车子用来运货非常方便 不受地形限制 可以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车队的周围 是一些长着蓝色翅膀的护卫 目光警惕地扫拭着周围 就在此时 一个挥炮老者 从先方某个木车中飞渗而出 身形几个闪动下 落到了队伍后方的 一个蓝色木车之中 敲了敲车门 货车的车门吱压一声打开 柳明身穿轻袍走了出来 柳道友 这个是你需要的金针草 请过目 挥炮老者 从怀里取出了一个木盒 递给轻袍男子 柳明不动声色地 伸手接了过来 打开盒盖 里面放着一株 七八寸长的金色灵草 草叶形容金针 散发出了一股浓郁的古怪气味 不错 这金针草看年份足有四百年 足够了 柳明这才面露 一丝喜色地点头说道 能用到就好 挥炮老者见词也呵呵一下地说道 这里面是一颗真丹镜 递交寿的内丹 用来交换这颗金针草应该足够了 还请蓝长老收下 柳明则翻手 取出了一个白色玉盒 递给了挥炮老者 挥炮老者听闻递交寿三个字 也没有客气 打开玉盒看了看 果然是一颗拳头大小的内丹 散发出精纯的图属性法力波动 老者点了点头 将玉盒收了起来后 二话不说地 飘然离开了 柳明转身走进了车里 里面一个白衣少女 正倚靠着车壁躺着 脸色苍白 嘴唇发青 看起来元气大伤的样子 正是钱如瓶 明大哥 少女有些艰难地张口叫唤了一声 你先休息一下吧 材料已经极齐了 我这就开始炼制明心丹 柳明关切地说道 白衣少女点了点头 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二者经过五年马不停蹄的长途跋涉 两人终于来到了洛城的附近 不过十余天之前 两人途经青蛇族所辖的晚蛇峡谷时 却被青蛇族庶民高阶妖羞 带着的铺天盖地的妖蛇所偷袭 钱如瓶不幸中了对方的一种蛇毒 这种蛇毒十分难产 少女只是手臂沾染到一星半点 便迅速渗透到了其体内的血脉深处 若不是柳明催动法力 强行将其压制住 否则恐怕早已经毒发身亡了 索性柳明仗着一人一剑 一口气斩杀了千余头妖蛇 突围而出 临走之前还通过山河珠 雷霆一般地击杀了对方一名 真丹后期强者 从其身上搜到了这种蛇毒的解毒之法 只可惜少了一种主要材料 就在这个时候 柳明遇到了前往洛城的天秦族商队 交谈之后 柳明得知他们正好有这种灵草 商队头领 也就是那个挥炮老者 眼见柳明修为高深 又带着商者有求于自己 便邀请柳明同行 柳明自然不会拒绝 就用了一路上收集的材料 换取了紫药材 眼见前如瓶睡下 柳明走到车子一角 盘膝坐了下来 翻手取出了六神顶 两手连连挥舞 一道道阵旗击舍而出 落在了他身体的周围 张开了一个小型阵法 柳明一挥手 取出了炼制明心丹的所有材料 然后张口喷出了一道黑色丹火 包裹住了六神顶 开始炼制起来 一天之后 木车之中 潜如瓶浮下了一颗 绿盈盈的丹药 并在车上缓缓打坐运转法力 不多时 苍白的脸上 渐渐泛起了几分血色 看来这明心丹确实有效 柳明度了一些法力进入潜如瓶的体内 感觉血脉当中的毒性已经基本驱除了 看样子只要恢复两天便能够恢复如初了 多谢明大哥相救 潜如瓶有些虚弱地谢了一句 说什么傻话呢 如果不是跟着我 你也不会中毒的 柳明拍了拍潜如瓶的脑袋 少女脸色微红 低下了头 柳明又安慰了他几句 等潜如瓶躺下休息后 他才走到了一旁坐下 一挥手取出了一卷地图 地图上面被圈圈点点 标记出了一条自西往东的明显路途 看起来有些曲折蜿蜒 这是柳明两人从天里峡谷一路上 经过的地方 虽然这一路上经历了无数凶险 但他这一路上 收获也是颇丰 感谢收听 摩天